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波罗军给大家制作的视频 今天波罗上传给大家继续更新 上一期没有更新完的这个雷欧决战这个巴巴尔新人的奥特曼HD扭蛋系列 上一期给大家介绍了三款,也就是左边的这三款 也还有剩下的这个三款给大家答应的一起给大家做一个更新 扭蛋系列会慢慢慢慢的给大家做啊 所以大家不要催促,今天更新完就等到这个接下来再去给大家更新 这张纸片上面写的是决战巴巴尔新人啊 雷欧队巴巴尔新人,对象年龄三岁以上 然后万代的标志之前没有给大家看 其实这有一弹最经典的呢 就应该是雷欧和巴巴尔新人以及奥特之王了 那我们先从雷欧开始给大家看起 这一弹终于介绍到雷欧了 雷欧也是我买这一弹的原因 最喜欢就是雷欧啊 所以其他有没有都无所谓 但是单个收的话也是感觉不全啊 所以呢,全部入手回来 这一套的价格也是接近了100元啊 100元一套一共是6款 好,来看看这款雷欧 这是我们的雷欧的扭蛋啊 这个是上半身啊 的确是做的非常的像啊 这个头雕我真的是要给他满分啊 真的是这么小一个饼 你能做成这样真的非常好 背后也没有什么偷色啊 这边闭环也是有这个刻画 然后这边是哦,对这边手镯也是有涂装 胸口的这个流的标志啊 嗯,整体是做的非常不错的 那这个造型我觉得 哦,是不是有点不不算特别经典啊 这个造型啊,我们不去管他 来看看他的下半身 你就是这个样子进行一个组装 哎,好 整体的皮套感啊 这一款扭蛋做的也是相当好 来看看单独站立 他单独站立是站立的不是很稳 在这边就要借助他附属的这么一个小的支架 这支架应该是附属在前面的吧 哎,这样的话 就可以完成这么一个站立 这样就是没有问题的 雷欧啊,狮子